歡迎來到 A Boy Kitchen 今天就要做個花生手工包 我們來看看畫面上的所有材料 開始的時候,我們將包粉 燉麵粉放入西兜裡 我們將包粉燉麵粉細一細 之後,我們就加入我們的油 還有糖 還有的就是酵母 然後再加清水 我們先將這些粉攪拌 如果你有攪拌器的話 那就更加快速的開這個粉團 所有材料混合好了 我們就用手搓這個粉團 粉團搓完後 我們就將它發酵大概十分鐘 十分鐘後,我們就可以把粉團拿起來 這樣就可以開始我們做這個手工包 我將粉團切一小塊 每一塊的粉團大概都是60克左右 之後我就用麵棍把粉團硬薄 然後就開始包這個花生 包的方式,我就將粉邊不停地打折 炸在整個蛋會把粉團填成這樣 如果我有份看起來,我會不會放上去 我們就要加大小塊 然後把它們切成這樣 太多了 要切成這樣 我們把粉團殼滾出來 用來,快點切成這樣 手工包做完之後,放在剪好的烘焙紙上 讓它發酵一個小時 手工包發酵一個小時,我們就可以蒸了 把包放在蒸爐內,蒸的時間是15分鐘 15分鐘就過了,手工包就完成了 我們用手工包打開來看看 裡面的包皮非常柔細 還很鬆軟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花生手工包 讓我們看到了